并不能提升华晨宇作品的深度 反而把他自己在旋律和编曲之外的短板 暴露得一塌糊涂 一览无语 这个皱着眉头出言不逊的男人叫丁泰生 他身上的标签有很多 其中最为观众熟知的便是毒蛇乐评人 2020年初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中 赛林鼎和黄林合作演唱了成立的《易燃易爆炸》 两位歌手都是实力派 虽然各具特色 但同属妩媚空灵的音色 眼间距爆发力 与《易燃易爆炸》的曲风十分契合 整场演出的效果也异常精彩 听众席上张绍涵 王力宏等专业歌手 对两人的演唱给予了很高评价 介绍团中 曾担任第28届台湾金曲奖评审团主席的黄运林 也对这场表演表示肯定 然而他旁边的丁泰生坐不住了 开口点评 先是肯定了黄林的优秀 随后话风一转 开始批判萨鼎 在《萨鼎鼎》的表演中 我看到了僵硬 娇柔造作 它是不生动的 黄运林看不过去 反问道 对不起 他哪里不生动了 解释半天 丁泰生还是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 最后居然开始以化妆作笔 她是一直在带着一种表演 她的声音是在表演之后的 她不是一种真实的声音 情感也不是 这个例子可能不恰当 但是就像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但是她脸上涂了五厘米厚的粉 她在去表演的时候 还能是生动和灵动的吗 王立宏出演反驳 因为她批评的点 这个切入点我也不是那么认同 她说这个是一个表演 我当然是一个表演 我们是演员 我们就是有台本 我们有歌词 我们是歌手 我们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剧本 那身为一个观众 就是享受你的表演 所以你们是艺术家 我们愿意对你们的表演买单 张绍涵也不赞同丁泰生的说法 我跟丁泰生反而到达一耙 说张绍涵道德绑架 末了他又说了一些上价值的话 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大家习惯了互相客气 互相礼貌 我知道在这个舞台上 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 其实不是一件讨好的事情 讽刺在场众人只是假客气 只有自己才是真性情 一番没有来的人生攻击 让萨鼎鼎忍不住在舞台上落泪 同一档节目上 除了萨鼎鼎 丁泰生还怼了爆脾气的和解 所以就是听到这首作品 这个呈现很遗憾 好遗憾有多遗憾 所以老师我的遗憾在哪呢 你的遗憾在于 和解出道至今 最不愿提起的 或许便是那段失败的婚姻 以及之后引发的种种风波 在一档音乐综艺的舞台上 丁泰生在说不出和解 到底哪里唱的不好的情况下 转而拿对方的私生活说事 未免让观众觉得手段卑劣 比和解反抗更强烈的 是说唱歌手Wawa 依旧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 Wawa与By2组合搭档 演唱了一首表现女性力量的歌 笑娜 丁泰生秉持着一贯的犀利 对她进行点评 你的歌词表达了些什么呢 歌词很空洞的 我真的觉得不能称其为一个 优秀rapper的代表 那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你对这个嘻哈 她就是这一块是特别了解了对吧 听过一些听过 包括你的歌词 包括你的flow 其实都太简单了 那老师 现在你可以给我示范一下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蓝一点的flow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不起我不会 那你不会 你再教我做事吗 这次不光是Wawa本人 在现场的回怼 节目播出后 很多说唱歌手 都站出来力挺Wawa Wawa当时的男友 称丁泰生角度刁钻 歌手徐珍珍点名丁泰生 就是单纯的表达自我好恶 非常空洞和自我陶醉 这一次 一向针锋相对的咸哈圈 难得的团结在了一起 放下彼此的成见和世仇 开始抵制共同的敌人 对此 丁泰生回应称 拉帮结派很没意思 简直是可笑 这不是丁泰生 第一次被一群人追着吗 与他积怨已久的 还有张杰的粉丝 在他各大社交平台发布的内容中 张杰被提到的频率远超其他歌手 丁泰生认为他唱歌土 油腻 爱炫技 作为国内演唱会门票 最难抢的歌手之一 张杰拥有大批拥护他的粉丝 他们自然不服丁泰生的点评 争相反驳 反而令张杰成为丁泰生 批判歌手中的常驻嘉宾 而张杰本人从未公开回应 对于丁泰生的毒蛇行为 舆论分为两派 一派认可 一派抵制 但大家共同的疑问是 他究竟有什么资格 做到如此嚣张的自信 1977年1月31日 丁泰生出生在河北唐山的 一个普通家庭 原名丁泰生 因为字体太繁琐 干脆已将日子头去掉 网上并未找到 关于他童年经历的记载 只知道他十几岁 就开始接触摇滚乐 学会了吉他 并尝试写歌 初中毕业后 他考入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就读 属于中专学历 至于毕业与否 说法不一 1997年 20岁的他怀着对音乐的热爱 开启了北漂生活 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黑刀 不久后便加入 此作家陈哲的CG音乐公司 成为一名民谣歌手 兼唱片企划 陈哲是让世界充满爱 黄土高坡 走西口 同一首歌等 多首筷子人口的 经典歌曲的作词者 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 早期最重要的作词人之一 金陈哲之首丁太生于1999年发布了两首歌曲 《2500年》和《远山》 其中 《2500年》因歌词提到马桶 拉石等词饱受争议 也成为后来他被人嘲讽没文化的证据 同年 他担任了国内首张布鲁斯专辑的企划 《航天乐队》的《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 专辑收录了十首歌曲 歌词淳朴直率 幽默中透露着对现实的讽刺意味 充满人文色彩 影响了一大批听众的音乐审美 两年后 丁太生跳槽至摩登天空唱片公司 担任企划总监 彼时 公司效益很差 甚至开不出工资给他 丁太生曾两度离开又回归 断断续续在这里工作了近十年 期间 他参与组织策划了摩登天空音乐节 以及如今在内地受到广泛推崇的草莓音乐节 从2009年开始 草莓音乐节开遍北京 上海 广州等内地47座城市 逐渐成为乐民们寻找音乐认同和灵魂共鸣的乌托邦 被视为内地音乐节的天花板 2015年 他从摩登天空离职 两年后 退出了新单曲 《我从海边来》 身体上长满了眼 比起这些鲜为人知的作品 观众更熟悉评委席上的丁太生 2009年快乐女生的舞台上 他第一次以专业评审的身份出现在观众视野 彼时 他独辣犀利的点评风格 还深受观众喜爱 可尝到甜头之后 丁太生的点评开始变本加厉 甚至上升到了人身功绩 2019年 他作为专业乐迷参与录制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 在微博上 丁太生公开批评节目中的帮唱嘉宾刘维 称他那组表现最差 并称刘维为烂综艺咖 综艺混子 认为请他上节目的人都瞎了 事后 刘维发博回应 对于不成功的我 最需要的就是专业的您给予指正 但您只用了键盘表达态度 没有用专业为我指明方向 演员李嘉航也站出来为好兄弟打抱不平 称丁太生为综艺界的乐评混子 其实不只是艺人 对于任何人来说 想要在某一行业混出点灵堂 能力和运气缺一不可 刘维的话其实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作为专业的乐评人 丁太生可以表达他对事业发展偏离初心的恨铁不成钢 可以用专业的眼光给出建议 但他偏偏选择用简单粗暴 甚至带有侮辱性质的字眼 对刘维的人生下定义 更何况娱乐圈里 综艺咖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形容词 而是一份职业 从前几年的台湾到如今的内地 很多综艺咖让观众在电视机前笑得前仰后合 带来无数欢乐 而娱乐圈也从来不缺毒蛇的导师 2020年播出的表演竞技类综艺 《演员请就卫2》 明导尔东升化身最毒舌的导师 一针见血地指出台上演员的不足 他评价陈又为的演技 然后你那个哭很尴尬 好像在咬口香糖啊 会很可笑的 评价王楚然的长相 你自己知道像你这种外形的演员 全中国有多少 但狠话后面 他也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你靠样子是没用的 要靠实力要靠演戏 你自己要去想办法了 是不是要进修班呢 或者找一些好的导师 你要找那个老师 直接敢跟你说 你没有演戏的天分的 这些是丁泰生的点评中 最缺乏的东西 如此一来 他的点评在观众心中 就会更像一种 单纯的主观情绪宣泄 缺乏专业度和权威性 说得狠了 难免被当作只会耍嘴皮子 却没有专业知识输出的跳梁小丑 而他爱骂人的习惯 也让他在网络上的风评雪上加霜 他称孙楠唱的五星红旗 就像粪缸里的蛆虫 他评价韩红唱歌标高音 没有丝毫美感 他吐槽刘德华歌词不说人话 朱九伦的旋律没心意 李荣浩那首爆红拳网的乌梅子匠 在他眼中是俗不可耐 南登大雅之堂的垃圾 并将缘由归结于李荣浩学历低 没文化 全然忘了自己也只是中专学历 为了证明李荣浩的歌词图 他第一次给出了自认为正确的示范 重新给乌梅子匠填词 可其中 不是大白话 就是一些伤春悲秋 贾达空的词汇 韵脚则前后不搭 描述的内容 也和欢快甜蜜的曲调氛围不符 很难说 这是一次认真的示范 还是他的另一种反讽 面对外界的质疑 丁泰生的解决方式 和他的点评一样简单粗暴 拉黑 但不仅是对反驳他的人拉黑 连赞同他观点的人也要拉黑 这种骂不得也夸不得的人 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低自尊 由于他的早期经历 在网络上显有记载 很难评判他在何种环境下 或经历了何种挫折 才铸就了如今的性格 2024年歌手新一季播出 这档综艺节目 注定了高开批走的结局 但丁泰生依旧一气不辣地做着点评 尽管他曾说 月评人是自己所有头衔中 最无关紧要的一个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还是要靠着这个身份 继续吃这碗饭 他是要热度 就要做出节目效果 赚钱嘛 不寒产 关于他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有一漏欢迎留言补充 我是十一 长视频调研不易 喜欢本期内容 烦请按赞订阅 如果还想听我讲其他人物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每一次回应 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